各位朋友好 这里是小民之心新闻点评 今天是10月22号 小民之心网站开始试运行了 欢迎大家前来浏览 今天中共的二十大正式结束了 几个月的喧嚣终于尘埃落定 会议通过了中央委员名单 习近平名列其中 这意味着习近平连任已经确凿无疑 另外李克强汪洋李战书韩正 他四个人同时出局 稍后四个习近平的亲信 势必会进入常委会 二十大高层的人事布局 体现了习近平的个人意愿 这无疑是习近平十年集权的体现 这个结果虽然在意料之中 但是还是感到心情异常的沉重 在二百零五名中央委员当中 习近平的亲信 李希 李强 鼎薛祥 黄坤明 张又霞 陈敏尔 蔡奇等赫然在列 其中李希同时还是中纪委委员 这已经表明李希将出任中纪委书记 晋升政治局常委 从目前的情况看 华尔街日报此前披露的 政治局常委名单最为准确 在这个名单中 只有习近平 赵乐际 王沪宁 三个常委留任 其他四人退休 并且还指出 李希将出任中纪委书记 现在这两项已经被证实了 华尔街日报还披露 李强将出任国务院总理 这个情况是否属实 明天就会看到结果 此外 香港南华早报 也披露了一份常委名单 和华尔街日报大致相同 明确李克强裸退 汪洋去留南料 而且还特别提到 胡春华难以入场 而台湾联合报推测的常委名单 事实证明完全不着编辑 二十大的高层人事安排 既没有七上 也没有八下 原来的惯例被彻底打破了 谁上谁下 完全取决于习近平个人的好物 中共已然变成了习家党 事到如今 习近平早已定于一尊这个事实 想必不会有人再怀疑了 对于习近平来说 接下来的事情主要是如何在习家军内部进行分赃 也就是政治局常委和政治局委员的布局 以及后续梯队的人事安排 从眼下的情况看 李希入场已经确定无疑 李强入场也基本上可以确定 此前外界认为 李强在上海封城期间的表现极为恶劣 不少人因此想当然的以为 李强不会受到习近平的重用 不会出任国务院总理 这显然是没有真正的理解 认识习近平 习近平选择干部的唯一标准 便是忠诚 也就是对他个人的忠诚 至于能力如何 民望如何 那都是次要的 甚至是名声越恶劣 就越会得到习近平的赏识 那么李希李强之后 剩下的两把交椅 会让谁来做呢 从现在中央委员的名单来看 至少有丁薛祥 蔡奇 陈敏尔这三个人 有可能做上常委的交椅 或许还有黄坤明 习近平 只能在这几个人当中 做出取舍了 有传言说 蔡奇可能难以入场 情况恐怕未必如此 蔡奇确实是臭名昭著 他的无耻无能 广为人知 但是蔡奇 依然是习近平 最信任的人 这个情况 也是确定无疑的 而且蔡奇 是吹捧习近平 最卖力的心心 习近平 应该会 重重的奖赏 习近平 究竟会如何选择 到明天 就都知道了 实际上 在习近平已经定于一尊的情况下 谁做常委 都意义不大 这些人 不过是习近平的奴才 都得按照习近平的旨意来行事 事实上 早在十九大的时候 习近平就已经拥有了绝对权力 也正因为如此 才会有二十大上 李克强和汪洋的出局 才会有他的亲信 全面进入常委会 习近平 已经拥有绝对权力 是前因 二十大的人事安排 是后果 今天这个结果 只是习近平 大权独揽的一个证明 这五年时间下来 习近平 一直在为二十大的连任 进行布局 重要的人事安排 习近平可能已经考虑五年了 事实证明 习近平 根据他个人的需要 根据他个人的好恶 可以随心所欲的 对高层人士做出安排 而其他人 不管是在任的常委 还是退休的元老 根本就无力干预 高层的人事布局 显而易见 关于中共高层 权力斗争之类的传言 多是些无端的猜测和译造 至于外界的舆论 无论是公众的客观评价 还是坊间的各种传言 对高层的人事安排 更不会有任何的作用 估计 这个常委名单 最迟在今年夏天的北戴河会议上 就已经正式确定了 相关人员 应该都知道了自己的去留 李克强的深圳之行 明显就是一个告别仪式 李克强到莲花山公园 向邓小平同向 敬献花篮 那就是在 他为他自己的政治生涯 做一个总结和定位 他的中国开放 还要继续往前进 黄河长江 不会倒流的演说 忽疑是他最后的哀鸣 显示他心有不甘 却又无可奈何 至于其他的大佬 都只能默不作声了 二十大的结果再次证明 习近平早已成功的撑除了 党内所有的派系 确立了习家军一家独大的局面 当然 这个情况并不是二十大才出现的 而是从他上台一开始 就在一直进行布局 直到十九大的时候 趋势就已经十分明显了 习近平治国无方 集权有数 而且心狠手辣 不择手段 事实上 这些年来 习近平从来都不加掩饰 他任人为亲 排斥一己的做法 习家军一家独大 乃是一个必然的结果 从此 无论是江派 团派 还是什么元老派 都将成为过去 存在的 只是习近平的一统江山 而且 这种局面 可能会长期存在 不可思议的是 对于 李克强 汪洋的出局 习近平的亲信 全面上位这个情况 国际社会 似乎 颇为惊讶和意外 难道他们不知道 这些年来习近平早已经大权独揽 李克强的总理 不过是徒有其名 其他的常委 不过是师位素餐 纽约时报的一篇评论说 长期以来 人们一直预计 习近平能够获得总书记的第三个任期 但党内会批准的新的中央委员会成员名单 他表明 他对党的控制比预计中更加严密 真是无法想象 习近平的独断专行 已经是如此的公开 已经是如此的明目张胆 出现这样的结果 国际社会居然还感到吃惊 感到意外 由此可知 国际社会并不是真的关心中国的情况 他们对中共政权 依然缺乏足够的认识和警惕 对习近平依然缺乏足够的认识和警惕 废此 他们可能要付出极大的代价 二十大原本是一个平淡无奇的会议 但是在会议即将结束的时候 发生了一件匪夷所思的事情 在中央委员选出之后 在表决三个决议之前 胡锦涛被毫无尊严的强行带离会场 或许是为了向外界展示这个会议的盛况 那个时候已经允许媒体进入了会场 所以这一切都被媒体人看在眼里 记录在案 胡锦涛被强行带离会场 肯定是个意外事件 从现场的视频来看 胡锦涛一直不愿意离开 而是被会议人员强行带走的 所以他注意的是 栗战书试图起身做点什么 而身边的王沪宁却拉拉拉栗战书的后衣襟 暗示栗战书不要多事 这个情况显然很不正常 也很不寻常 我们无法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可以肯定的是 无论是健康原因还是政治原因 那都说明中共那些退休的元老 在政治上已经毫无地位了 否则绝对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在大厅广众之下 在中外媒体的关注之下 被强行带离会场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 年届72岁的军委副主席张有霞 继续连任中央委员 这可能是一个危险的信号 张有霞曾经作为中级指挥官 参加过40年前的中越边境战争 是现今中共军方为数不多的几个 有过实际战争经验的高级将领 习近平让他继续连任中央委员 或许和他的这个作战经历有关系 也和未来的局势有关系 不排除习近平正在进行战争准备 并有可能在近期发动战争 从过去这些年的情况来看 习近平给自己带上核心的桂冠 把维护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 写进了党章 以及修改宪法 删除国家主席任期限制 正式打破任期制第三次连任 这一切他都轻而易举的实现了 并没有遇到任何的阻碍 习近平完全可以唯一所欲为 中共内部已经不存在任何的制约机制 今后习近平还一定会为了实现 他的个人理想做出更加可怕的事情 习近平统治这十年 中共堕落的程度和堕落的速度 真是触目惊心 我们知道党章是一个党的政治纲领 和确定方向的文件 把维护特定领导人的权利和地位写进党章 甚至宣称某个领导人成为党取得成功的关键 这是一件多么荒唐多么可耻的事情 然而这一次表决包含两个确立的党章 与会的两千三百多名代表 一致举手通过 没有一张弃权票 更没有一张反对票 时光似乎又回到了文革时期 整个中共已经成了习近平随意摆布的工具 显然作为一个政治集团 中共已经死了 中共的政治也已经死了 今后习近平哪怕做出毁灭中华民族的决定 中共内部也不会有人出来反对 后果真是不堪设想 所谓一言兴邦一言丧邦 独裁者的一言一行 或许决定着一个国家的命运 习近平统治中国十年 他的无知无能已经广为人知 然而比无知无能更可怕的是 习近平本人存在着严重的人格缺陷 狂妄偏执 自以为是没有耻感 他成为中国的统治者 无疑是中国极大的不幸 也是世界极大的不幸 好 关于这个话题 今天说到这里 请喜欢的朋友订阅 点赞留言转发 小民之心谢谢各位 再见